北京时间7月14日,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,中国女排3-1淘汰巴西队,紧急4强,四局比分为25-21,25-20,20-25和25-23。 中国女排挺进4强,半决赛对手是分战赛排名第一的波兰队。 比赛回顾,第一局,李盈盈4号位扣球得到第一分,龚翔宇2号位反击扣中,巴西队的接应机西反击出界,巴索处理球失误。 5-5平之后,中国队连续得分,李盈盈打掉攻扣中,巴西队触网送分,凋零与拦网封杀加比,中国队连得三分。 龚翔宇卑非右路进攻得分,巴西女排配合失误送分,塔伊萨连续扣中。 李盈盈扣杀直线出界,中国队在17平选择暂停。 李盈盈的发球轮,中国队连续得分,王源远反击扣中,王云禄拦网得分。 龚翔宇扣球失误丢分,巴西队的卡罗尔快攻得分。 李盈盈扣杀斜线对角得手,中国女排25-21拿下首局。 第二局,加比扣球得分,王源远快攻下球,李盈盈发球直接出界。 王云禄打直线得分,巴西队反击塔伊萨扣中,李盈盈后排杀一个得分。 王云禄的发球连续建攻,中国队8-5打停对手。 袁新月发球出界,对手也发球失误,龚翔宇的扣杀得分。 王云禄跟进直线扣杀命中,李盈盈和王云禄连续得分,中国女排领先6分。 塔伊萨自揭自扣命中,李盈盈的扣杀造成打手出界,机器进攻被王云禄拦下得分。 刁林宇和龚翔宇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,中国队扩大优势。 随着李盈后攻得分,中国女排25-20在下一场,大比分2-0领先。 第三局,中国女排7-1完美开局,李盈盈,王云禄连续得分,袁新月拦网封杀,泰纳拉扣斜线失误出界。 中国队一船皆非,泰纳拉发球下网,中国队的拦网出界,巴西队连续追分。 龚翔宇和刁林宇抢在一起之后失误,巴西队追成11品。 李盈盈扣杀终于得分,加笔字接字扣得分,李盈盈连续得分。 随后,双方敖战,中国女排在一度17-1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打出一波流,瞬间18-20落后,蔡斌请求暂停。 袁新月快攻得分,泰纳拉后三扣中,巴西队一鼓作气,25-20扳回一城。 第四局,泰纳拉进攻失误送分,塔伊萨进攻扣杀命中,塔伊萨和龚翔宇对着得分。 泰纳拉扣杀直线得手,袁新月担任篮网封杀,龚翔宇发球出戒,对手也发球出戒,加笔反击扣中。 李盈盈后排扣球被拦死,加笔的调球得手,正义新尝试定点进攻得分。 18平之后,中国队选择暂停,塔伊萨的丁蒂扣杀得分,正义新扣球造成对方打成出戒。 龚翔宇扣中,中国女排25-23拿下,大比分3-1淘汰巴西队,紧急4强。 双方首发阵容,中国女排,主攻李盈盈,王云露,副攻袁新月,王元苑,接应龚翔宇,二传,刁林宇,巴西女排,主攻,加笔,巴索,副攻,塔伊萨,卡罗尔,接应,接西,二传,马克里斯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